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深处也都赶紧离开淹水地区 南苏丹的水患除了雨季大雨之外 邻国的伊索比亚山区也发生不寻常的强降雨 过去一个月的降雨量是平均的两倍多 导致了流经南苏丹的河水是暴涨退体 发生了大范围的淹水灾情 目前当地民众急需避难所食物 水和卫生设施 离巴嫩国会7月是通过准结预算案 民众因此怒火中烧 现在政府更宣布 未来连使用免费的通讯软体 华词APP来打电话都要课税 引发上万民众走上街头 民众朝警方丢职保德平表示不满 示威者也试图要冲进首都贝鲁克市中心的 政府总部还与安全部队爆发了暴力冲突 造成有至少两个人死亡 90人受伤 民众会这么不满是因为 这个离巴嫩经济长期陷入困境 如今政府为了要削减赤字 自家增通讯软体 烟草以及汽油的税收 让民众的生活是雪上加霜 进度转回到国内 新北市的树林又新增加了一名本土的病例 而这个登革日本土病例是一名70岁的老翁 没有任何的症状 卫生单位是在调查群聚地区的接触者的时候 才发现他是感染的 其实登革日的患者有7成的几率 症状是轻微的 甚至会没有症状出现 因此容易被轻忽扩大疫情感染 喷洒药剂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新北市登革日疫情持续延烧 17号又新增一名本土病例 但这名70岁老翁完全没有任何症状 他是因为被我们公共卫生单位 匡列为这个菜园的接触者 而这个抽血检验发现的一个 无症状登革日的病例 登革日典型症状有高烧 头痛 后眼窝痛 出疹及关节痛等 但受体质影响 有高达七成的患者症状轻微 甚至没有症状 容易扩大群聚感染 没有症状或者没有就医的人 可是他身上可能已经被感染登革 他是不是带着病毒 那蚊子叮咬他的话 是不是会影响他的家人或他的社区 难以察觉造成防疫困难 要杜绝登革日 必须从社区做起 寻到清刷不能少 有任何疑虑迅速就医 才能防范未然 大约新闻梁家明台北报道 高雄一名女子八年前发生车祸 因为这个口腔的伤势过重 下颚反复感染 因此长达八年都没有牙齿 更影响到了进食 所幸这个医师是克服 她的下颚骨流失的问题 成功地植牙 让她恢复正常进食 正面 自信又开心地自拍痊愈状况 很难想象27岁苏小姐 居然长达八年没牙齿 车祸的关系 我的开口度也蛮小的 就是只能这样 所以每次在动手术的时候 会有点棘手 一场严重车祸 当时苏小姐昏迷指数只有三 一度濒临死亡 输醒后伤势过重 导致无法进行全牙复健 不仅口齿不轻 长期也只能吃流脂食物 她有尝试想要做口腔的重建 但是因为她的嘴巴都脏不太开 然后再加上下颚骨严重 缺损骨头 所以其实很多医生 不太想要接这个案例 虽然这一段有接回去 但是术后这个区块 一直反复的发炎 所以整形外科医师 有帮她反复的去清创 那每一次清创 就会造成一些骨头流失 历经多年求医 最后终于以全口塑定植牙技术 还她一口美牙 母亲眼欠保不给付 价值不菲 舒小姐表示 现今她总算可以正常进食 对人张口微笑 大爱新闻学员林陈立伟 高雄报道 美国陈县麦迪逊小学的 蔬果发放是帮助低收入 家庭减轻的负担 而结合了学校家长跟孩子 来一起投入志工的服务 还有位妈妈是带着两位女儿来 其中一个只有五个月大 而在墙保之中 也能够感受爱的熏陶 另外还有来自台湾 宏光科技大学营养系的师生们 也一起投入 书果发放爱新激励 此切志工向食物银行 递购当季书果后 由麦迪逊小学校方 联络学区支援车子载运 学校家长孩子也穿起志工背心 携手服务社区民众 由于我们不出钱的总结 少於我们下责药 就他们用几乎货 蛋和土豆 什么我们都给我们 非常感谢 相互来和全 从我们帮助力的 我 stimmt帮我们的孩子来 让他们教育 和人们 我女兒五個月 她會搭配合 生活和人們 看看能夠幫助人們 我愛你 謝謝你 謝謝你 幫助學校的學校 洪光科技大學跨國 志工敬習 滑放的蔬菜跟水果 都是新鮮的 就是你像玉米 就是也可以看到 它是在滴水 就是我覺得 比起罐頭來講 我覺得自己調味的 總比吃加工食品 還有好 就是拿到食物的時候 就很開心的感覺 終於不用愁 還有就是有東西可以吃 大家都很熱情的 幫大家發放食物 對 所以就看到大家開心 我也覺得很開心 不知道每個地方 就是還是有這麼多 弱勢的族群 需要很多人去幫助 那今天這樣一路上 這樣走下來 就覺得說 大家都有拿到 自己想要的東西 然後也有 也聽到他們說 都已經謝謝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志工的活動 應該從小就開始去培養 那因為我們有慈青 有慈少 那從小培養孩子 去發揮這些愛心 他們長大以後 他們就會對社會 有更多的付出 蔬果發放 讓許多低收家庭的孩子 獲得營養 這也是快樂成長的關鍵 單一新聞 真善美志工 美國報導 英國的慈藝志工 呂嘉華在八月份的時候 是參加了歐洲的志工營隊 臨時補位當彼庚 而他完全沒有這樣的經驗與準備 心裡感到很慌張 而回到英國之後 聯絡資深的人文 真善美志工王素貞 來分享他如何記錄活動 而志工們也一起來參加共修 中文文化 你次一次地看 他們越來越像好朋友一樣 也敢跟他們交談 也可以交人一樣的問候 所以說 日食發放是一個很溫馨的 日食發放的話 我們做了七八年 我相信有幾位師兄姐 都跟我們是一樣的 從第一天到現在 一直都在這邊 都看到的 我們從手摸腳腕到現在 程序非常的明顯 讓每一個人都知道 怎麼下一步要怎麼做怎麼做 分享發放心得 也要學習記錄分享 英國志工人人學當 人文真善美 姻緣來自慈藝志工呂嘉華 參加歐洲志工營隊時 臨時補胃當筆根 志工們同精進 我只是說 人家叫我做 然後我就很真實地把它 從頭到尾把它記錄下來 但是就是沒有去經過消化之後 我自己從裡面這個活動中 得到什麼感動 我從來沒有去想到說 這個活動的重點 供修客也安排 機有熱食發放的石座 志工承擔相機 又兼人文真善美 學將活動記錄做成簡報 時間到了還在鍵盤上滴滴答答 做得起勁 做得扎實 單一新聞這是美志工王素貞 谭政雄 英國報導 而遼國去年因為水壩 這個潰堤造成嚴重的水患 有上百人死傷 數千人無家可歸 而今年8月 淹水的災情是再度 在南部的6個省重現 影響了人數超過50萬 而遼國政府9月初 向國際球員紫棋基金會 去年展開震災 今年9月中是再度勘災 現在發放前置勘察團已經抵達 要為接下來的物資發放 做最後準備 中南半島內陸國家遼國 從去年到今年 居民始終擺脫不了的是 洪水之苦 既9月中旬的勘災後 時隔一個月 慈濟志工再度在遼國聚首 這一趟的重要任務 就是與戰巴薩省勞工及社會福利廳 簽署合作備忘錄 致工與政府的拜會圓滿後 團員馬不停蹄進入災區勘察 水患雖已過了一個月 但鄉村裡似乎沒有復甦跡象 日常用水就是最大問題 他們自己直接喝的水是買來的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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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吸水來是洗衣服什麼之類的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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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大館街 街到這邊再問小館 好啊 那我們就弄一個大桶 所以現在就問他們這邊的 在哪裡 除了勘察居民生活情況 致工也實地諮詢當地米架 希望能找到當地人最喜愛吃的米種 作為發放有名 大愛新聞 遼國綜合報導 大愛新聞旗艦專題報導 真實知道要帶您到蒙古 蒙古有三成的國土面積是永動土 而暖化造成了土融化 但是土中的細菌 卻造成了植物的病害 而除此之外 水源變少 草原面積也跟著縮小 氣候變遷的考驗 對蒙古民眾來說 更是一大難題 聯合國的科學家現在也介入 希望能夠幫忙改善草原的生態 2019年初才冬末春初的時節 蒙古已經出現了好幾場森林大火 原因就是天氣實在太乾燥了 這大片的草原 但如果近看事實上呢 草原都已經乾枯了 雖然不是完全的沙漠化 但是當地居民告訴我們 這裡過去其實是很好的牧場 有許多的遊牧民族在這裡放牧 但是現在已經長不出牧草 只剩下這樣的沙土了 1880至2012年 百年間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了0.85度C 但1940至2014年75年間 蒙古的平均氣溫卻升高了2.24度 是全球平均氣溫的三倍 對一個極度寒冷的國家來說 變暖是喜是憂 蒙古氣候變遷大事 高聲呼韻 對一個影响的對方 因為這裡就亂想了 是在YouTube上提上去 因為它這裡不是很好的 執照 但是那些吃飯 所以我們也要去吃飯 所以我們也要去吃飯 中國人就都要在賣 在這兒 那裡 這是來自我 109月的 1.8月的人 就是全球暖化所致 氣候變遷 氣候暖化 那永動土溶解 溶解後這些細菌活起來 活起來它被風 或各種其他的力量作用 它飄到空氣中 蒙古總面積的29.32% 都是永動土 但現在永動土溫度 卻以每十年 0.15至0.22度的速度在增加 全球暖化演變成公位危機 乾旱和氣候災害 讓蒙古的地形地貌 也跟著改變 地處中亞 乾燥蒸發速度快 過去大大小小的湖泊 有4000多處 但現在只剩下1000個 水資源的供應受到威脅 動物找水和食物的距離 也越來越遠 一樣的地形地貌 有很多錢 比我們要去便宜 所以我們把麥花炊 得到餘下 整體貌 都是要用的 所以我們不太能量 我可以對著 我們培養 但是利用的 但是利用中 但是利用 我們要拿去 做到這身體的 所以說離不開水草 儘管危險 還是得豬水草而起 天氣越來越乾 大自然的資源不夠用 付費的供水站 成為牧區就近的供水來源 千馬飲水是扎而橫 每天的例行工作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 發布的全球糧食危機報告 橘色區塊的蒙古 籠罩在糧食不安全之下 預估2050年成為極度缺量國家 為了協助蒙古牧民 提升對抗極端天候的能力 國際糧農組織在蒙古實施 早期預警 早期行動的計畫 糧農組織的干預措施 讓最容易遭受災害的牧民 可以及時地控制成本 減少損失 幾千年來蒙古牧民 已經學會了適應環境 但是快速改變的極端氣候 已讓他們無力對抗 通常會有工藥的 有空旅館 如果有空旅館 有空旅館 雙方生的 部門 有十分 如果有多 整個 在那些 本身的 想法 不是 我曾經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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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首歌 歌頌著蒙古草原 青草茂盛的美景 幾世紀以來 蒙古人和他們的深處 一直生活在草原上 牧民的微小奢求僅僅是 深處能吃得上草 喝得上水 但將於改變 今年草轉綠的時間 就延遲了 沒有水就沒有綠草 更不再有食物 地球環境是全球性的 發生在蒙古的極端氣候 不會只停留在蒙古 會改變的也不光是蒙古草原 地球上的每個國家 人類和動物的生活 都正在改變 蒙古牧民 甘之如意地守著 這群深處和草原 但縱使有廣闊的草原 水 食物和空間 都在快速減少中 蒙古人正在適應氣候的變化 以及時代的變遷 盼望著後代子孫 能繼續站在軟闊的大地上 仰望蒼穹 用出世的心做入世的置業 今天要介紹兩位清修士 其實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們 甚至可能經常碰到他們 一位是在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的靜西 而一位則是在台中慈濟醫院的靜利 他們兩位都是投入慈濟相當久的醫療志工 陪伴醫護 照顧傷病 也沒有忘記自我修行 這一次受鎮成為禁絲經社首屆的清修士 他們都說要把慈濟的精神 更積極地帶入醫療團隊 用佛法安穩眾生 靜西 早晨的太陽 不愛人家的炎 但是給人溫暖 給人力量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盡力 安安靜靜 安穩 宏大的一股力量 手到之處都能夠安穩 自己也能夠安穩眾生 重新又開始 對吧 目標都是在菩薩教 安心心 不管你是在從事醫療志工 或者是說成為清修士 他都只是一個冥想 但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怎麼在以進式法脈 上人教給我們的內修成正信實 然後實際走入人群是外行慈悲 去進行拔骨娛樂這樣的一個試驗 阿公來 跟這邊 一 二 三 吼 吼 雖然我發的心 是真的要當病人的媽媽 把他們照顧得好 但是還有我們的行政同仁 醫父同仁 一定要照顧他們 才能救病人 所以醫療團隊志工一定要做伴 進到金社 回到金社的那個決定之後 就知道這是一條不會回頭的路 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因 人 因就是在找尋人生的方向 人就是預算的傷心 我更想要把實際的精神 再度的 更積極的 帶入到我們的醫療團隊裡面 因為要有人文精神 病人才有福啊 這個小小的心意 也是表達我們對各位的尊敬 所以希望你們好好的照顧好身體 那我們一次一次會再來 一次一次會看到你們 就這麼健康 這麼健在 感謝 我們努力朝上人教導我們的內修 把自己的身形調整好 把自己口的柔和的態度調整好 能夠以身作則 以愛去 自愛能夠愛人 然後以這樣的一個身形 去跟人群互動 我把自己當作 我是一個出家人 但是我用這樣的形象 我要走入團體裡面 群眾裡面 我一定要把 就是華麥慈濟中文 這樣把它傳扬出去 我可以很堂堂 真正地說 我是清熟師 我就是要靠近的 我可以來看 我們是不是很喜歡 我都做得到 我可以看 在家人之間 你也可以看 我真的 在家人之間 那是 我們來看 我們一定會在家人的 你都可以看 我可以看 那是 我可以轉 我可以看 你 在家人之間 今天最後帶您到義大利 義大利維也納的動物園 慶祝世界樹懶日 他們公布了樹懶一家 三口的生活片段 而透過這些畫面 也希望大家能夠更加注重生態保育 不要讓這種世界上動作最慢的 哺乳類動物消失在世界上 希望最後就帶您一塊來看看 他們的生活年貌 感謝您收看 再會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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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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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